二手涉釀潮有進一步蔓延跡象 新界區先受波及 流價站倒退到六年前水平 但新界有七年前買入的單位 亦告涉釀離場 西貢半新盤日龍海會一火一防單位 原本以涉釀價放盤 遺形需再減價近9%才能沽出 業主最終需選手遇一成離場 世紀二十一西貢區營業董事廖鎮紅表示 上述成交單位來自日龍海會第二座高層厄室 實用面積378方尺 採一房間隔 望內圓景 原業主組前以560萬元開價放盤 獲買家欺扣後 減價50萬元或8.9% 最終以510萬元沽出 折合尺價約1.35萬元 據知 原業主於2016年11月以574萬元一手購入該戶 持貨7年 現轉手賬免虧蝕約64萬元 物業7年間貶值11% 參考留層略低的另一個F室單位 於去年中以555萬元逆手 折算後 相隔一年同類單位賣平8% 事次蝕讓亦有跡可尋 因查閱屋苑成交記錄 自去年11月起樓盤 以憑6蝕讓交投 除了有一宗逆手個案 錄得輕微1%賺幅 其餘多宗蝕幅介乎1%至10% 當中 如第一座白樓E室 於今年8月以820萬元沽出 轉手錄賬免虧損達一成 赤價1.39萬元 與上述單位成交赤價相約 那兩座白樓E宜 不鎖immers